你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秋红 看这些香喝嘛 你大概就猜到我今天要做什么 我今天要做一个开箱视频 橘黄色 一般都是爱马仕的经典颜色 现在这个黄色 大家也知道是Louis Vuitton的盒子 所以我们废话不多说 现在就开箱了 这个小的 我是在网上订的这个 然后到店里头去取的 先看看我订的是什么东西吧 是一个很小的盒子 那我们现在打开来看看是什么吧 是一个卡包 我很喜欢这个颜色 我有一个这个颜色的护照 护照架 所以我想配一个卡架 所以我选了相同的颜色 这个一看就能放很多很多卡 因为我平时都是把卡合在一起的 如果我换钱包的时候 我一般都是给它从钱包里登出来 然后当时如果没有时间 就全部都放在一起 所以我看到这个以后非常喜欢 我想这个正好符合我的风格 很漂亮的颜色哦 打开两面是这个样子 可以放很多很多卡 两边都可以放 然后一盒 然后放在钱包里头 很好看 应该是牛皮的 我们看第二个是什么 是一个很小的盒子 我打开来看一看 经常买爱马仕的 应该知道这个是什么 你猜也能猜到了 是一条皮带 这个是我给我的朋友买的 我选了里边是经典 我选的是金口 有点乌乌的感觉 背面也是 它是可以调节 这个可以换成 旁边都可以用的 试了一下 它的颜色 都很漂亮 这个样子 很百搭 什么样颜色的孔子都可以穿 I like it 好吧 下一个 是一个 大盒子 但是 我已经打开看了 因为我要试 所以 但是这个不是包包啊 我想你猜 能猜到这个是什么东西 打开看看 两个方程 你猜就应该是鞋了 我看看是什么鞋吧 这是 Celly I like it gold 颜色 因为我有一个Celly的包包 所以我拿这个是 就是给它 这个调了 它有一个方 也是小皮子 很贴心 然后可以保护这个 Celly的这个扣子 所以 我给它拿掉 刚才拿掉了 这也是这个样子 很好看 我穿38号 但是这个鞋 因为前边好像比较窄 所以我 买多了半号 等于是38号半 当时 这个是需要订的 当时店里都没有 所以 我的Sales给我在 网上订 然后 过了两个星期以后 它给我带电话 稍后我会 把这个穿搭视频 穿这双鞋和衣服怎么搭配 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会 放到视频上面 我会 做一些 用这双鞋 做的穿搭视频 放在 网上 如果你喜欢的话 那就 敬请期待吧 谢谢 下一个开的 是 是这个 是收局 是这个 打开看看是什么吧 一下子就打开了 是这个小圆筒 而且这个好 我好喜欢 而且我也没有一个圆形的包包 所以我一下子就喜欢了 背一个 吃一点我 我会把这个做一个 我背着 我因为刚刚开箱嘛 所以我还没有背过它 还没有看 就是没有就是 穿衣和衣服搭配的视频 吃一些我会 做一些 穿搭视频 就是和这个包包 我们现在先打开看看 包里的是什么样子的吧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打 哦 里面有一个 是 是不是 应该是就是保养 保养的小 小伯伯 然后 里面其实就是一个 这样 这个是什么 哦 还有一个 这个是什么呢 打开看看 不知道 哦 应该是锁 应该是锁 嗯 很简单 只有一个小格 里面是鸡皮 这里面看着很大的 所以我想放 长家应该也是可以 因为我钱包 基本上都是大钱包 我会吃一些 放就是录一个 就这个包包里的 可以放什么东西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留言告诉我 你想做 这个的穿搭视频 还是放东西的视频 还是放东西的视频 这个背面呢 有一个小的 应该是可以 加 把手机插在里头 或者 但是应该我不会 放一些收据啊 或什么东西 应该还好吧 嗯 嗯 其实这样 很软 很美 很漂亮 我喜欢 我们看看下一个是什么 这个盒子 不好意思啊 这个盒子好大 又好沉 差点 差点 drop it 我们先来看看是什么 我先把盒子打开 我还没有打开 我还没有打开 打来了以后 因为录这个开箱薯屏 所以我一直就挡着 一直没有打开过 然后 盒子太大了 盒子太大了 包包太小了 有点 too much 就在里头一滚 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是什么吧 dusty bag 是这个小小圆筒 我喜欢经典的这个老花 它最近出了好多有黑色的红色漆皮 黑色漆皮 但是我还是喜欢这个 我只看了好久好久 上一次因为去店里头 店里头没有这个颜色 它只是老花不是这种黄色的 所以我一直就等着这个 我昨天去Olingon的时候 去Olingon店里头去问 结果那个Sales说 我问他你有没有这个老花的 然后他看了我一眼 挺神秘的冲我一笑 他说那你等一下我去看一看到底有没有 我当时心里就想 嗯他一定会有的 所以过了有那么一两分钟 他就抱着这个 我本来想象的是 他给我拿的是那个老花 结果他拿出来一看 是我最喜欢的这个黄色 金色的这个老花 上面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应该是保养书 里面有一个背带 其实里边就是一个空空的一个盘 我手里没有 我现在手头没有我的手机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能不能数着放进去 但是我想应该OK了 因为这还有一些高度 所以看一下他这个高度 应该可以把手机放在里头 而且关合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里面也可以放很多很多东西 你看这样可以放 我会做一些穿搭食品和这个小宝宝 如果你喜欢可以告诉我 这个是我今天做的最后一个开箱 看这个Chanel的 我去这个商场商店里头 然后呢 因为我 我的这个钱包全部都是长 长家 然后我就买了好多小包包 所以那长家都放不进去 所以我当时去店里头 我就去问 我说你们有没有小的钱包 然后可以放卡什么之类的 然后这个店就给我 帮包出一大一大堆来 我最后千条万选 选的是这个 那么先 打开看看是什么吧 山茶花不知道跑哪里去的 可能是跑到那个盒子里头 我们就看一下吧 双C 金色的双C 我买的时候 他说这个是最后一个 你都知道了 女孩子一听说最后一个 马上就买了 我因为我当时还有其他的好几种 我最后选来选去 我最后还是最后最后买这个 限量版 他说这个是限量版 没有 反正我去好几家 就是爱马 这个Chanel的这个 它的专卖店 我去问 都是 真是没有 然后那一天我到那个店里头 他说这也是最后一个 我最后选来选去 最后还是选了这个 这里头的东西太多了 拿出来看一下 用机网 像他的ID 放卡 能放很多张卡 正好我最近买了很多小包 所以这个可以放在里头 吃一些我会做 看看他把它放在包包里的这个 这个视频 放在小包里 这个大部分的里 这是放在小包里 好吧 这就是我今天所有的开箱视频 如果你喜欢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点击订阅 真的喜欢我今天的视频 也给我点个赞 然后如果你对我的视频 有什么要求 也请你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那好吧 那谢谢你的观看 再见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